OMG 村面下雨 不要再打斷我 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喜歡用的精華液 有這麼多支 逐一跟大家說一下 Hi 大家好 我是Katy 今天弄完自己家的東西 現在已經4點多了 阿B就5點回來 今天他們就在這裡 我逐一跟大家說一下我用的 效果和 一些推介的原因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合不合你自己用 都是一些我長期會回購 好用或者我特別喜歡的產品 開始想介紹來自日本 Turn & Makers的產品 先說一下背景 它們全部都是啡色瓶 沒有華麗的包裝 是走簡約風 但留意大部份的產品 都沒有這個蓋 上面這個要另外買的 另一支就是塗眼的圓液 它的質地是非常清爽 最初摸上去我覺得有點油的感覺 但原來塗上去 是一點都不會油 而且它會令到你可以做 一個塗眼霜之前的打底 令到你的眼霜更加吸收 所以這個是會不停回購的 覺得用了它的眼紋都會 沒有那麼容易產生 因為塗完之後再摸一摸皮膚 其實它的張力會好 而另外一支 這個是一個滲透性的膠原蛋白原液 它有一些很水的感覺 它沒什麼加到一些 令到它增結的添加劑 通常我會把它用在化妝水之後 塗上去你會感覺到它很快吸收 但會摸到它滲進去之餘 皮膚是柔軟彈性的 之後你再塗乳液或者面霜 它都會更加吸收 比較乾的地方可以再補 所以最後我通常會在這些 又或者在額頭這些地方 再這樣拍多一層上 它的質地是不會焗身 變成你再薄薄塗上去 反而會有一個加強補水和鎖水的效果 這個通常是在City Super Lock On 和Cosme 我有看過的 非常有質素 和好用的日本推出的原液 然後這支 就是Isclinical的精華 是我朋友拿給我的 因為它是做美容批發 穿在批貨給美容院 所以偶爾也會有好東西給我試 它是核心抗氧精華素 我上網看過 其實這支一點都不便宜 好像要一千多元 它的質地又是非常清爽 皮膚開始老化的肌膚 又或者是過度治療 例如你經常去打斑 做彩光 做很多Laser 諸如此類這些面部需要修復的肌膚 下一個就是皮膚特別暗啞的朋友 就會適合用 因為它知道我偶爾都會去做療程 還有我經常跟它說 是開始有老化的跡象 是有少少向下垂的感覺 所以它就推薦我用這支 去修復皮膚的細胞 而且如果你的皮膚 有些細胞受損了 它就會令到細胞不要再自行複製了 這是一個比較科研性的成份 但我用了就覺得皮膚會亮窄些 而且真的沒有那麼暗啞 而且它裏面也有我最喜歡的維絲成份 因為我用過的護膚品裏面 維絲成份有一個很有去細紋 或者平滑肌膚的效果 不過記住保存上也要注意 因為它都是容易氧化的成份 所以它也是用了一個深色的玻璃瓶 所以保存的時候 記得不要讓陽光照射到它 其實我應該要用得七七八八的 只不過我是有太多支精華在同時用 所以才沒有用完 哎呀!五點鐘了 我要自白B放學 待會再錄 去換衣服再切個玻璃瓶好嗎? 玻尿酸精華 也是這個朋友給我的 但我找過這一支不算太貴 非常清爽的玻尿酸精華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Pizza包 我要吃Pizza包 OK 沒問題 你去換衣服 你去換衣服洗東西 我沒有媽媽錄完 它的質地也是有少少黏的感覺 不過塗上去是很好吸收 但我覺得如果你塗多一兩層 其實它也是有少少拆膠碎 如果你化妝 譬如我想那晚當作一個深層的保養 就可以在用完面霜之後 最後塗一層在額頭上面 就會令到你一天起床就會發覺 額頭的乾紋就會沒那麼深 我喜歡在晚上的時候用的 因為它的保濕力很好 所以我覺得它的保濕力是不錯的 主要可以令到細紋少一點 而且那個飽水感是不錯的 這樣印刷就已經塗進去 就不要想著它可以不停地推開 因為透明質素有一個特性 就是你塗上去之後 其實它會覺得之後有些黏結的感覺 好啦 喂 不要弄我吧 所以我就會喜歡在晚上的時候用 晚上的時候 通常會塗在額頭 又或者在這些苦紋的地方 甚至乎全面這樣用 這個透明質素是我用過 數一數二是清爽的透明質素 你好啊 我是徐晉巴 徐晉巴 你幫自己改了個名字 是的 我是徐晉巴 不用再說了 我是 接著就是Fecora的胎盤精華原液 它這個原液 這支是已經用完了 因為那時候我是每天早上 首先就塗了爽膚水 接著就塗它 又或者直接把它當作爽膚水那一部分去用 發覺皮膚用完之後 會很柔軟 有彈性 和很飽滿 唯獨是有一個問題 就覺得用完之後 出油會多了 最後你看到它的泵上面有一條線 每次大概就是泵到那個泵的黑度上面 份量大概就是用那麼多 已經足夠全面用了 甚至乎可以比它的線再低一點 我都已經夠用了 大概用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左右 整支就用完了 再來就是這支Obaki Obaki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有用過它的維斯5% 10% 和20% 那現在這支 居然在日本是有25%賣的 那我就想試一下它會不會 效果再強勁一點 大概就1000元港幣 那時候賣 它20%濃度的維斯 已經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效 例如細紋會少一些 膚質會平滑一些 還有這些地方 一些暗粒都會少一些 毛孔或者鼻頭這些毛孔都會少一些 效果又不覺得 因為它再濃度5% 有什麼太大的提升 但它的質地 就會比20%濃度 會再溶多一點點 還有會滑多一點點 其實買20度都可以的 便宜版 就記得去日本買Obaki 因為它是比香港買Dermazam 是便宜很多的 應該都差200元左右 另外一支維斯精華 是Vinci的產品 這個星星就10天之內 幫你皮膚去黃 的確 其實不需要10天 大概我用了4-5天左右 如果皮膚有少少暗黃的感覺 其實它已經可以幫我皮膚有一種亮澤感 一點都不黏的 又是那些一塗完 然後馬上滲下去 我印幾印就已經沒有了 等兩分鐘 然後皮膚的膚質 會像剝殼雞蛋那種質感 但我覺得它這個 氧化得很快 它自己都寫著 開封之後 其實一個月之內就要用完 所以用的時候 真的要豪邁一些 可能你可以連頸都塗完 才能夠一個月內用完 所以它也是特別設計到 只有10ml 這就是OLA的美白精華 是會令皮膚白淨一點 是Pro X系列 這個精華用完之後 會覺得皮膚很飽滿 撇除這個美白的效果 會令皮膚很飽滿 接著摸下去很有彈性 然後呢 其實我每次一泡 然後整面塗了 是非常快就會吸收了 會覺得整面的膚色 會均勻一點 這個也是很爽身的精華液 喜歡把它拖在頸上 令到頸的膚色都會均勻一點 不會那麼容易兩角色 來到最後就是一些眼部的精華 都是我做美容院的朋友幫我拿的 對眼皮下垂 又或者眼袋的問題是特別有效的 通常眼的精華 可能都要選很久才會選一支 要用一支 夠保濕 滋潤 但用完之後它會吸收很爽的產品 這支正正就做到我剛才所說的效果 緊折眼周皮膚的效果也是不錯 因為我現在比較大問題 就是這些地方會開始有些細紋 是一些我笑得多的那個紋 所以我是極度需要滋潤著這些地方 我現在通常會這樣用 首先用了Termacus 這支眼部精華打底 等它吸收了之後 再補這個Eye Serum 在表面上 其實它說是Eye Serum 不過它的質感是好像眼霜的質感 但又不會好像眼霜那麼黏 它剛剛就在Serum和眼霜之間 唯一的缺點 又是它會在支管裡凝固了一塊仔 變成有時支出來變成一粒東西 塗完之後會覺得眼周會比較滑 尤其是如果我之後上妝 就沒有那麼容易令到眼周有一些乾紋出現 而且它的保濕效果也是比較長效一些 它夠保濕、滋溶和細紋會減少 而且是有一個提升的效果 今天我將我最常用的十支精華 已經介紹給大家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個影片